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由于美国实施的居家令和社交距离政策取得成效 美国权威医疗官员9号预测 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估计最多达到6万人 远低于早前预计的10万到24万人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截至9号上午超过45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 特朗普表示美国现有8675台呼吸机立即可用 美国汽车制造商正在生产更多 未来两个月内将有11万台呼吸机可用 另外 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声称 气温升高将终结新冠病毒 可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的成员 在本周致信白宫表示 有关病毒在热环境中 较不容易传播的数据好坏参半 但是鉴于人体缺乏免疫力 所以疫情并不会随气候变暖而过去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 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初见成效 但现在不能掉以轻心 仍然需要加强防控措施 另外 美国国民警卫队表示 将在未来两周内增加至少1万名国民警卫队员 加入抗击新冠疫情的队伍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四在其推特账户中 发布了一段视频 她在视频中表示 随着疾控中心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加深 他们建议人们在公共场所佩戴布面罩 因为这些场合很难保持社交距离措施 但她同时强调 戴口罩并不能取代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视频中 梅拉尼亚拿着口罩 没有戴在脸上 但随后她再次发了一条相同内容的推文 但配了一张她戴着口罩的照片 而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 自己不会考虑佩戴口罩 自新冠病毒危机加剧以来 总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白宫 特勤局一直在严格筛查与她接触的人 确保他们没有生病 白宫本月初宣布 所有与总统特朗普或副总统彭斯 亲密接触的任何人 都将接受新冠检测 在桑德斯退选之后 成为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初选唯一参选人的拜登 继续火力全开 抨击总统特朗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 导致人民受苦 拜登强调 为协助民众度过这次的难关 国会应通过额外的援助计划 包括冻结租金 学生贷款减免 以及让民众获得他们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特朗普政府不应该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还试图撤销前总统奥巴马 在任内所推出的医保计划 纽约州州长科默9号表示 在过去一天 当地新增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大幅下降 显示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在发挥作用 尽管8号有200个新增入院案例 是危机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纽约州有799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是死亡人数连续第三天创新高 目前纽约州已经有超过7000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占全美死亡人数的近一半 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则表示 4月份的疫情仍会非常严峻 甚至5月份也会很艰难 尽管入院人数方面有所改善 但这些动态的数字不应让人们放松警惕 而是应该加倍防御 如果不加强隔离措施 很可能再出现疫情高峰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称 美国军方下属的国家医学情报中心 早在去年11月底就发布报告 警告武汉出现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可能会成为一起灾难性事件 这份报告多次递交给了 美国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以及白宫 在12月 白宫国安会等跨政府部门多次举行会议 并在1月的总统每日简报中 具体阐述了新冠病毒的威胁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三天前被媒体问及这份报告时表示 他不记得五角大楼是否曾收到过这份报告 也不知道这份报告内容 是否告知过白宫国安会 而就在两天前 美国媒体还爆出 白宫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 也曾在1月和2月底 两次提交报告 发出对新冠疫情的严重警告 不过直到3月中旬 特朗普才开始对新冠疫情予以高度重视 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 一名对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水兵 被送进关岛一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接受治疗 美国海军8号发表声明表示 这名水兵3月30日接受检测 结果呈阳性 在接受14天隔离期间被送院治疗 而一天之前 美国海军才说 确诊水兵中无人需要入院留意 罗斯福号 3月下旬开始检测新冠病毒以来 陆续有船员确诊感染 至今确诊人数超过400例 另外 由美国官员透露 前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 7号到关岛向罗斯福号船员发表讲话 他此行花费了纳税人至少24万3000美元 他第二天因为在航母上斥责被撤职的 前任舰长克罗泽的录音曝光而辞职 路透社9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私下表示 不愿在总统大选后留任 路透社还引述多个信员报道 哈里斯已经在克罗拉多州建了一座房子 准备退休 美国驻韩大使馆随后回应 哈里斯会继续充满活力地担任驻韩大使 正如他经常说的 没有比美国驻韩大使更适合他的职位 声明并指韩国是美国最好的盟友 哈里斯将坚定不移地加强美韩同盟 哈里斯曾在美国海军服役40年 2018年获任命为美国驻韩大使 由于美国去年宣布大幅提高驻韩美军费用 韩国民众多次前往美国驻韩使馆抗议 更有韩国学生翻墙闯入哈里斯的官邸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纽约百老汇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为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百老汇剧场的关闭时间延长至2020年6月7号 剧场运营陷入停摆 演员和剧组人员也因无戏可演 失去生活来源 为帮助从业人员 百老汇主持人路德斯基和制作人魏斯里 进行线上直播 他们每期邀请不同的百老汇演员加入直播 再加现唱经典曲目 观众可以观看直播 并向非盈利组织演员基金捐款 而百老汇的关闭 也让很多剧迷无法走进剧场 近年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因疫情取消演出 为了安慰一位9岁的小粉丝 剧组原班人马近日在线上来了一场惊喜演出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勃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宣布 4月8号开始要求所有入境旅客 必须在出发前在网上或在入境口岸 提交详细的14天自我隔离计划 旅客可在出发前在网上提交相关表格 违反联邦隔离法的民众将面临最高6个月的刑期 和75万加元的罚款 从4月10号开始 省府官员将在温哥华机场和美加陆路通关口岸 配合边境服务处执法人员进行排查 而联邦政府预计在下周会公布 全国范围内疫情期间强制隔离监督计划 同一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宣布 降低企业领取薪酬津贴的门槛 并修改暑期工计划 协助年轻人应对疫情危机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 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